新店文史馆即日起推出社区传家宝系列地气文件展 代理民众从珍贵的古文书当中了解拓肯时期新店山区家族开发的故事 这次展览还结合了数位学习 欢迎新店地区各学校机关团体参观 新店文史馆即日起推出社区传家宝系列地气文件展 代理民众从珍贵的古文书中了解拓肯时期新店山区家族开发的故事 包括了植坦许家、冯家与赤皮湖、廖家等 古地气基本上它就是见证一个地方的历史 所以我们透过赤皮湖的廖家 然后植坦许家还有冯家 三个家族他们所现在流传的这些珍贵的文件 我们来做一次展览 这次展览结合了数位学习与体验 民众只要扫描展板上的QR Code 就能了解跟古地气相关的知识 文史馆欢迎新店地区各学校机关与团体前来参观 我们透过这个展览来让大家能够做一些数位的学习跟体验 然后你全部来走一遍闯关成功的话 我们还送你纪念品 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文史馆来逛一逛 新店山区聚落的历史发展与族群的关系密切 尤其是早期汉人入肯新店西中上游 都与原住民有所冲突 粗坑赤皮湖料家就有一份连装涉爱的契约 是相当珍贵的文物资产 新店文史馆期盼 藉由展示、古文书工作坊、数位学习等活动 能够达到文物研究、展示与教育推广的目标 记者陈小旦、张文琦、新店采访报导